就算油價降 想省油還是得斤斤計較 专家總說胎壓過低 吃掉馬力而且耗油 透過了馬力測試機實驗 數字會說話 把輪胎打氣打到胎壓標準值30PSI 接著透過滾輪測試馬力 答案揭曉 國產125機車的馬力值為9.22P 接著再把胎壓卸到 只有標準值的三分之一 只有10PSI的胎壓 馬力表現只有8.4P 足足少了8% 馬力全被扁平又重拖的輪胎給吃掉了 當然借出面積大 當然會比較重拖 如果是油耗表現 當然就變更差 如果把胎壓打到爆胎邊緣的40PSI呢 時間結果就算增加了一點點的馬力 但專子的超高胎壓 卻不能夠實際上路 仔細對比正常的胎壓 比起胎壓過低的輪胎 馬力被吃掉了8% 也代表耗油量多了8% 很多人會故意把胎壓打到超過標準值 實驗的結果真的能夠省油 卻可能導致爆胎 透過了專業馬力測試機 在無風無干擾的控制環境之下進行實驗 印證了胎壓過低耗油又沒力 這句話一點也沒錯 記得韓志欣 朱顯民 台中報導